好,今天我们将于祝你节目的祷告 我们对旁边接下来问候 祝你儿童节快乐 现在已经过去了 还有对旁边问候 祝你父母节快乐 这个韩国吧 韩国五月份节日比较多 有儿童节,父母节 有什么的,教师节 中国节日也不少 中国有五一劳动节 还有什么呀,五四青年节 其实我们今天也都青年一半 也都年轻一项 我们比青年节还年轻 我们是儿臣 好,我们对旁边继续问候好了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我们希望每个女生 像小孩子一样的爱主 我们在前面大屁股 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诗篇127天第三节 祝你儿女是电话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阿们 今天看到了一个神做七个女的话 也叫什么呢 儿女是电话所赐给我们的 什么呀,产业 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啊 我们叫知心子女 知心这个词啊 韩国不太好翻译我觉得 所以这个韩国语翻译成 何不让我们的残调 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那中国知心这个单词太好了 是吧 我小的时候 老师是知心老师 姐姐是知心姐姐 对吧 朋友是什么呢 知心朋友 今天我唱的赞美里 你说什么呢 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伴侣 最知心的导物 阿们 我们真希望大家的一点 能够与我们每一位 听见的同在 阿们 我们看第一点呢 儿女是什么呢 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呀 产业 在圣经当中 你们会发现呢 提到了三种产业 上帝所赐给我 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产业在十天 第十六天第五节 你告诉我们 基本上就一下好了 耶稣是我的产业 谁是我的产业呀 神啊 神是我们的什么呢 产业 我们的财富 最大的财富是谁呀 我们的神 阿们 然后在 诗篇一百二十七天 第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 儿女是我的产业 我们来听一下好了 儿女 是 地中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对吧 这是第二个产业 儿女的产业 第三个产业呀 都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 没有不行的 没有他人 没有活不了的 什么产业呀 物质上 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用神 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家里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阿们 我知道中国呀 现在 有很多说法 有这么一种说法叫 房奴 什么叫房奴啊 房子的奴隶 没有房子 我不跟你结婚 对吧 没有房子 我不跟你过 可是神给我们 什么产业呀 我粮给你的 什么呢 地界 就是那个土地 是谁赐给我们呢 神赐给我 我们一切的物质 田地 房屋 事业 钱财 都是谁赐给我的 神赐给我 阿们 就今天我们看到 三个产业 重新再来讲评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呀 以后把神 就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儿女 是谁赐给我们的产业呢 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第三个是什么呢 所有的物质呀 田地呀 房屋啊 是谁赐给我们的呀 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都知道 圣经当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 亚伯拉罕 我们看圣经 现在我们在 分享创始记 是吧 每天你都读 我相信你在读 亚伯拉罕 什么时候回到他儿子了呀 一百 一百岁 对吧 一百岁 到今天一百岁的 我儿子的话就 是奇迹 是吧 我是在那个几千年前 一百岁 也要恨得到一个儿子 他试他的儿子 都怎么样 珍宝 非常非常保护 但是神呢 就要把他这个宝贝 怎么样 拿走 这个神对 养大人说什么呀 他说 你一般你的儿子 给我 献祭 什么叫献祭呢 就是到山上 用刀 把 以撒怎么样 割开 然后用火 焚烧 这叫献祭 献祭一般是用什么呀 用牲畜 对吧 用羊 用鸽子 可是神说 神对亚伯拉罕说 一般你的儿子怎么样 献祭 亚伯拉罕 在神 和他所爱的 一百岁 得到宝贝儿子之间 做了什么选择呢 选择了谁呀 选择了神 对吧 神说 你要看我的儿子好 我就给你 他就带着他的儿子 上上去献祭 选择圣服了上帝的时候 神的命令 经受住了神的什么呀 考验 在亚伯拉罕的心里 谁是最重要的 上帝 神 是第一位 就那方面的 神永远是第一位 神永远是第一位 神永远是首要 神永远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最重要的 你们生命当中 所有的 宝贵的东西 都不能 和我们相信的 这位上帝 相信 阿们 圣经当中说呀 儿女 是神 所赐的产业 我们对这句话呢 理解有多深呢 有些人呢 特别是韩国 韩国现在比中国 还严重 我说这句话 可能很多韩国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 韩国有一些韩国语 这些韩国语 你们替我翻译一下 叫 男家无人主义 什么意思呀 男子优越主义 这在中国叫什么呀 大男子主义 把它换成四个字叫什么呀 重男轻轻 不但是在韩国语 在东西什么样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文化的 都有这样的 有特别 重男轻轻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圣男圣女都是什么样 都是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 在圣灵里面都是什么呢 特别的存在 阿美 我们今天唱的赞美 那一个赞美叫什么名字呀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 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呢 特别的存在 圣经当中说 而不是英华的产业 我们圣灵圣女都无所谓 可是圣经当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拉杰 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人叫拉杰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 拉杰是谁呀 是雅各的妻子 雅各是谁呢 雅各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 孙子 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伊萨 伊萨的儿子有两个 对吧 伊嫂和雅各 雅各呀 娶了两个妻子 那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是谁呢 叫拉杰 圣经当中说拉杰是怎样的人呢 贴身丽质 极其的漂亮 所以雅各就喜欢那个什么呀 颜值比较高的那个 非常喜欢他 而他的姐姐呀 拉杰的姐姐叫什么名字 叫丽雅 圣经当中是这样描写的 丽雅呀 相貌 贫贫贫 就是长得一般 颜值不高 所以这个雅各就不喜欢他 可是他们两个人都常跟雅各的妻子 当然是被雅各的舅舅给骗了 对吧 他舅舅叫拉班 对吧 把他给骗了 有时圣经当中说一句话 说雅各爱谁呀 爱拉杰 雅各爱拉杰 不爱谁呢 不爱丽雅 然而 这个丽雅有一个什么祝福啊 还有生云 有一个祝福 一生生一串 什么几个呀 六 六 很多呀 这个拉杰出问题了 虽然很美丽 虽然天生一串 但是有一个祝福他没有 那个烟花的产业没出现 没有儿女的怎么样 祝福 就像拉杰呀 心情不好 他就跑去找他老公 去 祝福 他就找谁了呀 找雅各 他对雅各说出 你给我孩子 你不给我孩子就要死了 为什么不给我孩子 虽然雅各呀 爱拉杰 可是雅各的回答是怎样的 雅各呢 不但没有同情拉杰 而且呢 他向拉杰神气 他对拉杰说什么呀 他说 叫你不生育的 是谁呀 是神 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我岂能代替 耶和华作主呢 所以拉杰里面里 这什么道理呀 找他老公也没用 找谁呀 找神啊 所以他向前祷告 他去祷告神之后 神就怎么样 顾念了拉杰 应允他 神他能生育 他得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呀 约瑟 约瑟的意思是什么呀 约瑟的这个本身 也叫增添的意思 就是拉杰 他为什么给 他的儿子请教约瑟 感谢神 对我增添的什么呢 产业 和我的什么呢 后代 所以你们看 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 很多人的名字里面 是有什么呢 有含义 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意义在里 因为拉杰啊 拉杰觉得 一个孩子不够 独生子吧 对他来说 他又去找谁了 找谁 神又给他增添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呀 变压医 但是可惜的是啊 拉杰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呀 难缠 然后就怎么样 生命失去 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约伯伦 有机会你会看的 叫约伯记 圣经当中描写约伯是一个义人 什么叫义人 就是好人 大好人 大善人 他失去了几个儿女啊 失去了十个人 可是约伯说一句话 这句话呀 让我听起来呀 那么不见就请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 傻刺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他说这个儿女呀 是谁给我的 神给我 如果神要取走 我也没有办法 他明白一个道理 真正的做主的人是谁呢 是神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所有的产业 都是谁赐给我们的呢 神赐给我 你们的儿女 虽然是你们肉体的儿女 但是是谁赐给我们的呢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阿们 父母啊 爱儿女 爱子女是天性 我不相信 没有一个父母 不爱自己的孩子 当然 有的人爱错了 爱出问题了 就把那个儿女怎么样了 我看前几天新闻说 有一个人 因为小孩子不吃饭 不听话就 把他打死 这种爱是有问题 可是父母爱儿女是什么的 是天性 我们常常看新闻当中 有这样一些报道啊 比如说 某个孩子 得了什么呢 绝症 而这个父母对孩子那种 不抛弃 不放弃的爱 让我们感动 哪怕是 倾家荡产 也要怎么样 医治这个孩子 前段时间 我们教会一位 在韩国的 一位叫江海艳师母的 儿子 对吧 他的儿子叫什么呢 成俊赞 有了什么病呢 专业爱死 刚刚 八岁 八岁 八岁的小孩 所以当时 这个父母就想做什么事情呢 要把自己的肝 给谁呢 给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 父母爱子 这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天性 所以 上帝会赐给我什么呢 赐给我子 因为他知道 我们肯定会 爱我们自己 Amen 对朋友们大叔好 父母 爱子 你是天性 父母爱子 你是天性 既然 儿女是神 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管家的意思 你不能完全做他的父母的主管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呢 管家 什么管家呀 儿女 只是神 暂时 教给我 去 抚养 和什么呢 关怀他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知道 现代社会呀 都很忙 对吧 忙到什么程度呢 忽略了 对子女的教育 所以我们会 认为 只要这个孩子 吃饱了 穿了 只要我让他去学习 我给他花钱上补习班 我花钱让他去学院 我花钱 让他去能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爱自己的心理 难道这种爱 是正确的吗 不完全正确 忽略了什么呢 和子女的沟通和交流 最近对沟通和交流 这两个单词 特别的 怎么说呀 有感动 因为 一旦两个人少了 沟通和交流 那个爱就不见了 我们知道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 一本书叫三字经 对吧 是吧 三字经里面 说一句什么话 说 养不教 复制 但愿我们每个人 能够经营好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这一段落实了一句话 而且你没有想起来 这样去祷告 这样去祷告 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 你说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们得到的耳饼 谁为我们持守啊 上帝为我们保守 阿们 所以你们被旁边打开 你的子女 上帝保守 比如说 我还没孩子呢 这本信心吧 将来的你会有是吧 我们的子女 上帝会怎么 会持守 阿们 阿们 虽然没心急 但是也得打 第二要看 儿女 我们要管教 要管教 我们读一下经文 不忍用战打儿子的 是不恨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育他 以上这两段经文呢 第一段 是教导同当 父母应当管教 自己的儿女 对吧 第二点是怎么样 教导做父母的 不要有儿女的气 就是说你不要 意气用事 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神有神教养教导 教养孩子的原则 可是我们就认为 这个孩子是我的 我想怎么样 就怎么做 但是我们现在 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孩子是谁的呢 是神给我们的 产业和礼物 我们是替神 去教导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什么呢 独立的 特别的 最完美的一个存在 阿们 无论我们的孩子 有什么问题 他都是最什么的 最特别 上帝最爱的 不幸的是 很多父母 都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在 管教儿女的时候 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 正确的去管教 所以在许多事情上 因为任性 无知 惹动了 儿女的气 5月5号是儿童节 所以我相信 在座有很多 无论是父母 还是爷爷奶 你们都有一个特性 又会带着孩子去什么样 出去玩 买什么样 买礼物 5月5号 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去成呢 去 韩国有个地方叫 鱼伊岛 鱼伊岛 有一个地方叫国会 国会那边有什么 养贝小孩子做的活动 带他去玩 因为我张力传道师 不是手术了吗 那我就 借这个机会 就把他的两个孩子 也带去 一起去玩 如果去玩的时候 你知道小孩子在一起 经常会有矛盾 对吧 因为我这个儿子 就和这个张力传道的儿子 两个就吊着 不断地就有矛盾 他聊着 他碰他一下 他碰他一下 我在旁边就是 非常的生气 我就想管教我的儿子 就是不听 就是不听 那我认为 所有的错都是 我儿子的错 但是不是这样说实话 两个人都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因为是我的儿子 我应该管教他 管教的坑什么呢 严格 所以这个结束之后 我们再出去 去江边的时候 这两个人又起来了 又开始这个 就是我妻子 已经教育了我的儿子 然后这个圣水呢 在旁边 不断地伸这个舌头 来 来气我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但之前我儿子 没少欺负圣水 所以我就认为 就是我儿子 一直在欺负圣水 两人就在这 可是 我儿子一受的教育 他看到这个 这个圣水是他小弟弟吧 在跟他这个 做回脸 他就很生气 他就 想用脚去什么呀 去踢他 可是我们在家里 教育孩子 一直讲到一点 无论你多么生气 无论你认为你多么委屈 你不能动手 这个是不对的 要什么呀 要学会 咱们去解决问题 跟父母说 或者讲 讲到了 你不要动手 所以我看到了 我说不要动手 可是已经哄不住了 那个手上 脚也要上住 那我就很生气了 所以就惹动了 儿女的气 就是我用这个手 一把 一把就把它出压 扇到一边 就 都摔倒了 你就胳膊也够了 可是结束之后 这样武器很大嘛 对吧 我不希望他做不好的事情 可是你不听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生气的时候 就会做出什么呢 用理智的情况 那后来最后的时候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 能正常谈话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对不起 我说你爸爸做不对 不应该去承担 教堂你不能动手 为什么爸爸动手 爸爸也说对 他就跟我说真实的情况 他说我为什么 我要动手 因为 妈妈在教育的时候 那个弟弟在跟我做鬼脸 你们没看见 可是我 我觉得我已经很委屈了 可是为什么 他还在那边 跟我做鬼脸 你们只批评我 没有批评他 不公平 你们做的不公平 我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 是不是我做错了 我觉得是我错了 为什么 就是个公平 因为要 两个小孩子 一起什么呢 一起去问 一起去交流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再会怎么样 更好地去管教 我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惹动了耳朵什么呢 气 因着我教导的时候 出现了 义气的问题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我去管理他的事 所以你知道 教育孩子有多难 很多父母嘛 我们都存着一颗 爱儿人的心 却做了 害儿人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有的父母 非常看重孩子的功课 孩子的学习 以为呀 信仰的事情不重要 你信耶稣 去教会礼拜 这个不是最重要 你把习给我学好 你要出人头顶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是错误的 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价格观 信仰观的话 你学习学得再好 又会怎样 还会不像那个 叫什么人民的名义里面 那个贪官一样是吧 被拉下来 所以我们要把什么 给孩子呢 把我们的信仰 把我们知道的真理 给他的父母 就连那些有钱人 我们就说美国的 比尔盖茨 对吧 也认为 钱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没有把他的财产 全部给孩子 能给的是什么呢 信仰 传承 我们的最好的东西 给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今天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 你们拥有了最美好的 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 要把神的恩典 给我们孩子 阿们 圣经记 第六章 我来问一下 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 记在心上 一项一句话 不在哪 也要 引起教训 你的文明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阿们 所以你会看 很多牧师的儿女 有问题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因为在外面说得很好 在家里 不谈论身体的话 这个孩子会怎么样 得不到一个 机器的影响 所以就走什么呢 走慢 很多老师的儿女 为什么出问题 在外面教育别人的孩子 回到家里面 不教育自己的自己 就出什么呢 出问题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 我们就要 恩典怎么样 殷勤地教导 我们的儿女 所以圣经里面说 今日我所吩咐你们的话 指什么呢 神的鉴定 律律 点章 神叫做父母的当 将这些话 殷勤地教导 我们的儿女 殷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就是我们应当努力 不是孩子 爱情就轻 不爱情就算了 而是努力地让他们 明白这些道理 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上帝 通过小孩子 成就大事 圣经当中 有个人物叫桑尔 在他小孩子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 上帝的启示 他有个人叫大雷 一个小木桶 放痒的 放牛的 神通过他 做了什么事呢 打败了敌人的 什么呀 将军 不要小害小孩子 圣经当中 有一个神迹 叫五比二人的神迹 五个饼 两条鱼 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 从哪来的 从小孩子那来的 所以圣经当中 一直强调 不要小害小孩子 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存在 不要觉得他小 就可以随意地去对待他 因为他有什么呢 人的尊严 所以圣经里面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地暂卧 让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 是主耶稣的命名 也是真的 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从儿童本身来看 也是这样 因为孩子需要什么呢 需要福音 不要觉得我们这些大人 需要福音 他们就不需要 他们比我们更需要 因为孩子 和我们有一样的存在 一样的感情 你们知道 当初生的小孩 有什么特点啊 会欺负人 你知道吗 他们会打人 会欺负人 会耍什么呀 耍心眼 你们看圣经里面 有两个人呢 刚才这个拉结的账户叫什么呀 雅各 雅各给一扫 雅各是怎么出生的呀 抓着他 跟他这个脚出来的呀 双胞胎 在肚子里面就怎么样 顺利这样 在父母的时候 两个就怎么样 两个国在征战 你们以为小孩子很善良吗 人之初 心本善 是对的 可是这个雅各 下完了 我们的老子 犯罪以后 就变成了什么的 人之初 心本恶了 因为什么 我们生活在最后的 若没有神分别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这里面的这些恶 那人说 这个严和与生俱来 就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有什么呢 有原罪在里面 所以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服役 需要我们把神的恩典 教育他们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呀 道德越来越怎样 越腐败 越来越败败 又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你们知道 小孩子不过是什么来犯罪呀 电脑 手机 电视 网络 报刊 书记 还有什么呢 不良的课议 甚至 有些小孩子 比你知道的不多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带来什么样 给孩子们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人说呀 父母可以禁止 禁止这些孩子 接受这些不良的影响 可以吗 没办法 所以我们要把真理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 在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能够什么样 学会去分辨 如何去生活 我们关爱自己的时候 通过几个方面 我来整理了几下之后 我们看第一点 我们要关爱自己 怎么关爱呢 多给他们一些称赞 多给他们一些笑容 多对孩子们所作所为 感兴趣 关心他 对他们的任何努力 和成功都给予成的 赞扬和鼓励 当学习练习 或者他们所做的事出错的时候 不要用成年人的标准 去什么呢 衡量他们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还不如我们的子女 你们有什么权力和资格 用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小孩子 要给他们更多的什么呢 理解和支持才可以 要鼓励他们 遇到了困难 还是要什么 再努力 再去什么呢 再去试一次 站起来跌倒 站起来跌倒 总有一天会怎么样 会完全地站起来 不可让他们知难而退 半途而废 甚至 我们的孩子们在领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等什么呢 已经泄气了 你不行 你勇敢地不行 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知道 说话是有能力 当你们去 这样说的时候 就按照你们所说的 可能会成就 所以我们要说怎么样 说积极的话 鼓励的话 让孩子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健康成长才可以 这个叫什么 关态 而且要给资历什么呢 独立的空间 尊重他们的各种需要 兴趣 爱好 让孩子主动表达 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遇到事情 多分他们商量 你们也知道 为什么的儿子不听话 因为任何事情 我们都不能商量 商量到什么程度啊 他得做主 我们做不了主 都变成这种状态 但是也商量 他也跟你什么呢 也讲你 很多时候 他那个理事翻译 你自己上 可是还是要讲 对吧 慢慢讲来讲去 他就明白了 什么是不对 什么是错 你要给他一定的空间 允许他在这个空间当中犯错 我们也都是这样 重量起来 多听他的想法 多听他的意见 允许他自己做一些选择和什么呢 和具体 允许他发表他那种歪意和他的见解 你不让他说才是问题的 他不跟你说才是问题 为什么呀 如果他不跟你说的话 你和儿女的关系是怎么样 已经断绝了 让我们接受这种罗练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怎么样 也会成长 而且第三点 要是你要尊重自己 不能当众打骂孩子 我5月5号那天犯错 我就是什么事情 我生气了呢 我的火已经到这儿了 我就 你把人把他扇给你面具 最后跟他在一起谈的时候 我也控制不住气 我也哭嘛 我觉得 就我对他说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我才还你 你不是我儿子 他说我干嘛 这么生气 你不是我的骨肉 别人我为什么不说 我要说你呢 因为我是你爸爸 那他同意我的心理说话 但是说你为什么要答我 就是我的错 而且我们要和孩子 成为自己知心的朋友 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做得不够 因为我和我的儿子 不是知心朋友 我觉得 我亲子和我儿子 是知心朋友 可好 什么秘密都说 就是不告诉他 所以昨天我和我儿子 他排的时候就说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 你的知心话 这些秘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知道外婆 多妒忌你妈吗 所以我妻子教育 她就是说 你应该都给孩子 写写信啊 多写些纸条啊 多跟他聊天啊 对啊 因为我的官 所以没成为什么呢 知心朋友 你付出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火爆 希望我们各位对姐妹啊 有儿女的人 和你的孩子 成为什么呢 知心的朋友 阿们 而且 你要和孩子 有什么呢 一起 共度的时间 比如说你和他一起去看书 一起去玩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什么呢 看电影 一定要有你们两个人 或者你们一家三个人 四个人的一个什么呢 一起的时间 没有时间 要创造时间 在一起 这个是他们 儿子 最重要的成长的一个时光 这些东西 会给他们一生带来什么呢 极大的依存 只有这样 你才能和他成为什么呢 知心的朋友 虽然我在五一五行 也犯了错误 但是我在弥补的时候 我的人最后还挺满意 为什么 带着他去租了自行车 陪着他去一起骑车 一起去玩 当我跟他玩的时候 他原谅我 我也原谅他 两个人互相原谅我 朋友之间 难道我们犯错误 就是朋友 我们可以允许对方犯错误 但是怎么样 要改正就可以 让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 肯定是健康的环境 而且家长对不同性格的孩子 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去教育才可以 我们看有几种孩子 开朗 对吧 调皮的 孤僻的 温柔的 所以 每一家的小孩子都不一样 对吧 我这孩子就是听话呀 他怎么说都行 我这孩子就是什么听话呀 那皮的已经不行了 你跟他说一百句 他能听一句已经不错了 能把你气死了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很调皮 我看我儿子的时候我知道 他肯定是我儿子嘛 对吧 他跟我讨厌因为 他爸爸的基因 他母亲的基因嘛 你说他的时候就说五次基因 如果我遇到性格开朗的孩子 活活的 爱说的 爱动的 要怎么样 高标准 也要求才可以 还要对他的保鲜行为 进行适当的控制 让他知道 这个到了这个线 不能过去 要求他认真做每一件事情 才可以 并且要有始有终 这样的话 这些爱动的孩子都知道 我该怎么做事 让他知道 有可为 有不可为 这些爱动的开朗的孩子 因为有的时候 他会到什么程度 控制不住自己 就会怎么样 就做事 而对这些调皮的 专横的 粗心的孩子 可以采取批评和鼓励 一起的方法 就是不要全用批评 还要鼓励 这样的话 他才会怎么样 他知道 我还是 我的父母对我还是什么样 认证 而且要 让他明白 爱人如己的道理 让他和同伴的意图 分享快乐就可以 特别是性格孤僻的小孩子 危险 我们都认为 性格孤僻的小孩子 是听话的小孩 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 出现的问题更严重 比性格开朗还要严重 没有朋友 宅在家里 自己一个人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容易得什么呢 不得命 忧郁症 所以这样的小孩子 胆小 内向 孤僻 我们应该怎么样 采取欣赏的方法 多亲近他 创造他 与别的孩子 交往什么的 这种环境 在极其掌受当中 多给他受当 表现自己 多说话的机会 才可以 他有些性格温柔 听话 沉稳的孩子 那个时候要 让他什么样 有探索的意识 让他有一些 挑战的意识 因为越是让小孩子 越怎么样 没有什么挑战 怎么样都行 但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努力 所以让他怎么样 创造意识 孩子们喜欢的 教育和家庭 有几种环境 有大概十个特点 第一种环境 是孩子喜欢的环境 就是在和孩子一起的时候 父母不吵架 从来不在父母 在孩子面前吵架的父母 这样的家庭 是幸福的家庭 对孩子是最好的家庭 可是我们就出现的问题 就是在孩子面前吵架 所以你父母怎样 孩子会怎样 你就算装 你是人 也不能在孩子面前怎么样 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 Amen 我对旁边大说好 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 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 我从来没看过父母吵架 我的父母 给我代表的影响是什么 不敢跟别人吵架 我一跟别人吵架 我就得死 叫你到我 因为从来在家里 没看见我父母吵架 真的 我不知道他们吵我老家 我现在肯定吵 可是从来没有在我和我哥哥面前吵架 所以我不会打架 甚至跟别人吵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吵 当然这也不全是好事 你自己的想法 你不要打得出来 但是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 第二点 对孩子应有所隐瞒 比如说有些经济社会关系 或者隐私和失落感 有的东西不需要让他知道 不能让他知道 没到他吃到的时候 就不需要让他知道 不然的话 这个孩子成长会出问题 小孩子的年龄 就让他按照他那个年龄 就这么长讲而已 你不能让他过早地成熟起来 就像那个拔苗助长一样 你不能催促他 按照他的年龄 让他在这个怀疑当中 他知道了就可以 有可以知道的 有可以不知道 不该知道的 不应该让他知道 阿们 这个是一种智慧 第三 不要被孩子失信 撒谎 说话要算数 这一点我觉得我父母做得不好 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怎么样 特别在压醉钱这个事情上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钱在什么地方 当然现在是平坚 有父母经常说一句话 你们得到的钱 是什么呀 我不给自己的钱 所以不给你 可是我不这样 我们就觉得那个钱是我的 不能失信 他说的好好的 不会从那个前提 结果那钱就不见了 不能失信 说了就要算数 第四 我们要怎么样 互相帮助 尊敬 谦让 不责怪 形成一个合物的家庭 这可以 第五 关机孩子 亲密无见 成为他的好伙伴 好朋友 刚才我强调的 要知心 对吧 第六 欢迎孩子的朋友 来家里做客 我想问一下 各位东姐妹 你们喜不喜欢 你们孩子的朋友 来你家做客 真喜欢吗 有没有不喜欢的 不要说假话 有烦的 做吃的 还有给他们买吃的 还要收拾房间 然后还怕 都坏什么东西 走了之后 那个家人 就变成什么了 垃圾场 对吧 烦啊 但是你要接受 孩子的朋友 允许他们来到 家里做客 才可以 这样他才会有 一个什么呢 好的环境 和机会成长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我想的时候 为什么我恨不得服务 因为有一次 我带着我的两个 最好的朋友 来我们家里玩 正在玩 高兴的时候 我母亲回来 就把我这两个朋友 撵走了 从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才上小学 我记得是五年级 可能是 我就恨不服务 不是说假话 我真恨 我觉得他们不给我 面子 不尊重我 不尊重我可以 为什么不尊重我的朋友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像 骂这些 我的朋友也就给他们骂走 因为 家里面弄的很多 确实是 我们做了很多措施 可是 不能这样 我们应当接受 孩子的朋友 来上他 来家里 如果出现了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去叫他 去引导他 阿们 而且 对孩子不能 忽冷 忽热 我今天心情好 我对你好点 我今天心情不好 别太可乐 什么都不行 那个孩子就跟你一样 他也对你忽冷 忽热 你会发现状态是一样的 更不能 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想打孩子就打孩子 想骂就罢 如果你这样去救的话 这个孩子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办 他没有怎么样 没有规律 也没有原则 那个失职的人 不是孩子 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呀 你没有一贯的 一个原则在里面 第八 我们要 尊老爱用 采取民主的方式 决定我们家庭的大事 我们家搬家的 我们知道 我们家搬家的决定 最后是谁决定的呢 是我儿子决定的 不是我们两个人决定的 是我们全家人 开会决定的 真的 是我儿子先提议的 他提出了一个 建设性的意见 他对我和我亲子说 我们要搬家 然后被我和我亲子 就否定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否定 我的这个建议 然后我们就给他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钱呢 没办法贷款呢 我们现在住的环境 已经不想了 已经不错了呀 为什么要搬呢 可是有他的想法 那最后我们就经过 民主 开会讨论之后 我们说好 那我们就尊重你的意见 搬家 我儿子这么决定啊 你们家里面搬家 是不是你的儿子 就决定了 不太容易是吧 可能会影响到你们 但是影响不大 民主非常重要 当你尊重他的时候 他也尊重你 阿们 你们不尊敬老人 你们不尊敬别人 你们在家里 说别人的坏话 你们在家里 说你们父母的坏话 如果你们说的时候 儿子家里和你一模一样 如何让你的儿子家 来尊敬我 你们要尊敬别人家的 阿们 第九 在家庭里面 应当有文体活动 应当有集体活动 我到今天我也忘记不了 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我在家 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 还没有麻将的时候 特别幸福 我们经常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猜你呀 然后那个 做智力游戏呀 然后发宝啊 我永远忘不了 这个事 特别期待 可是当有了麻将之后 这个幸福的时候 我去不见了 每天就坐在那边 就搓那个东西呀 一点幸福都没有 要有什么样 对我们有意的问题 像跳棋呀 军棋呀 像起 特别幸福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家里破坏 我的儿女 我们就玩的 叫韩国的一致游戏 特别有意 所以呢 算术啊 或者是这个 这种 韩国有很多这样的游戏 我们就会买了一些 你们要创造机会 在家庭里面 知道什么呢 制造幸福的气 阿们 甚至你们可以拿圣经 里面的这个经文 去做什么呢 去做猜疑呀 我和我的儿女 就在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家 我会这样就说 今天我讲到的内容很多呀 不好意思啊 有一些真的没有 可以 举例来说 每周一 我其实会去学上谈 那我在家 我可以跟他们 做什么游戏呢 我就对我的女儿说 咱们家有两个十字架 她说 没有十字架 就开始找 那个内容的挂礼物 冰箱的挂礼物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们家里边 最吵的 声音最大的是什么 不是小松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猜 就猜完之后 我们家有一个小 这个叫 叫小小 荷兰鼠 叫什么东西 Hexem 这个汉语 所谓的这个东西 那个小老鼠 特别的吵 到了晚上了 它就咬那个铁 那个蓝 一直在咬 咬到几个晚上 有的时候 被它给惊醒 我们就开始猜疑呀 然后有时候用动作 逼着我 我有时候很累 我不想做 今天我玩动物游戏 然后她们就 做了很多动作 让我猜这是什么动 我的女朋友 肢体语言不太好 所以我就 啪 一做的时候 我就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每次这个动作 都差不多 我觉得 也不是鸭子 也不是大象 也不是什么东西 我儿子很好 她肢体语言 比较 怎么说 也丰富一些 你们知道 这个时间的特别幸福 虽然很累 人家也可能在一起 但是你必须要投入你的精力 和你的什么样的时间 可能在一起 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 等他们长大了 就和你白白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们平等 建立战情 第十 孩子有权批评父母的缺点 你们允许吗 你们允许你的孩子批评你们吗 真的吗 你们对旁边大声好 允许你的孩子批评 允许你的孩子批评 因为你们不让 我妈就不让我这个事情 小时候我跟我妈讲理 从来都讲过 她是校长 那个嘴可怜 一次都没赢过她 每次讲理就会弄哭了 到那边去扶一下 但有的时候他们真错了 我觉得 可是在她认识讲评的里 我们要成为一个堪眼的服务 允许孩子们去批评我 也应该放下我的面子 和孩子去道歉 阿们 好 我们看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狄更斯 你们知道这个人吗 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他给他的儿子写了一种信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看下一页 好 我们来读一下 我特意把圣经放在你的书包里 因为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一本最好的书 里面有很好的教训 你哥哥离家的时候 我也这样训你他 勿要追寻圣经的指示 谁写的 你跟谁写 还有名的一个作家 我父亲刚信主的时候 他以前是气功 练气功 然后是佛教 信了主之后 他每年早晨四便起床 看圣经 每一天送给我们一个纸条 就是他今天看圣经里面 他喜欢的一句新闻 送给我 特别的幸福 你们 如果你们是父母的话 你们用圣经的话语 去教导我们的儿女 你们用圣经的话语 跟儿女去交流过往 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看圣经 你们怎么跟孩子们去 把神的这个恩恋给他们 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 阿们 第三点 我看对子里的盼望 路加福音我来读一下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身量获作年纪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阿们 以前我们 各位你们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说过 你们这样去祷告 比如说你的孩子 举例来说 我们交给他们最小的小孩子吧 在后面 叫什么 叫什么呀 以诺 对吧 是我们教他们最小的 奉耶稣的名 愿以诺的智慧和身面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很简单 对吧 圣经的话语 耶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按照 耶稣成长的方式 给孩子祷告呢 不但要为这个孩子祷告 还要为自己祷告 愿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愿 但以理的智慧和身量 还有神和人喜爱 我的心 能够一起成长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你们按照人籍的名字 也是可以祷告的 中国呀 我们中国叫三号学生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这个吗 嗯 可能这个九成后就读到了吧 不再清楚 我们那时候叫 德 智 体 三号 你们知道上次我回国 给我说的一句什么话 什么德呀 什么体呀 都没了 就变成什么呀 学习好就是好学生 是吧 你学习不好 什么德 体在好 都不行 失去了什么呢 平好 所以说 新中国的新三号学生 品德好 分数高 能力强 新三号学生 综合起来呀 我们的愿望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希望 这个人要 德才 兼备 对吧 德才兼备 品德 为什么都放在最前面呢 为什么品德 要比学习和体育 还要重要呢 因为有了品德 才会有别的东西 你没有德 有才 什么 中国最近有一个新闻呢 一个啃老的儿子 什么叫啃老 我才学着一个短词 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们就不解释了 啃老的儿子 追赶 打击的父亲 因为这个儿子喜欢什么 他喜欢赌格呀 输掉了几十万块钱 向他父亲要钱 父亲没有 所以他要求父亲把房子卖掉 他父亲不干 不能卖房子 他向他父亲要钱 父亲不给 所以这个儿子在说什么 只要父亲给了十几万块钱 他就跟父亲怎么样 断绝父子关系 保证以后再也不来 打扰他的父亲 你就这次 一次性给我十几万块钱就行了 年纪上的父母 最大的安慰和邪恶是什么 是看到子女 在这个社会上 有立足之地 而且呢 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 对社会有益的人 然而 有多少 上个年纪的父母 还在为自己 在做什么事情 操心 挂力 我们叫可怜 天下父母心 我们都知道父母都对孩子有美好的期望 对孩子有好的教育 美好的期望才会实现 什么呢 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有盼望 对孩子的盼望 但是不要把你的盼望 把你的梦想 强加在孩子身上 阿们 我们对蓬佩大人说不要把父母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 太长了 太长了 这句话 神经当中记载着耶稣的成长是完美的成长 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什么呀 心智的成长 不治不要成长 第二个是身体年龄的增长 健康的成长 按照他的年纪 第三个是什么呀 属灵的增长 神喜爱的 第四个是什么呢 社交关系 人际关系的成长 人 喜悦的成长 四个方面 都成长 我们叫 四号学生 不是三号 第一号是什么呀 心智要有智慧 第二什么呢 你的年纪 你的身量 你的身体要健康 然后是什么呢 神喜爱的成长 灵灵的健康 第四十点 人际关系 比较好 所以圣经 《生命纪》六章三道文件说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人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弥加书里面说 是人的 耶和华 你指示你 何谓是爱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指示你行公义 好业 你觉得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的同行 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叫 麦克阿瑟 我说韩国人对这个人很了解 中国人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有的人是很清楚的 因为曾经 和中国有过战争的一位将军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仁川的话 仁川有个公园叫 自由公园 岳北岛那边 有一个雕像 有一个将军的雕像 是谁呢 中国叫麦克阿瑟 对吧 美军 将军 世界上很有名的将军 甚至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打了很重名的战役 他是一个金子图 他给他的儿子祷告 他的祷告的内容 我来看一下 我相信 如果你们是潜传的情绪的话 你们也会像他一样 给自己的孩子祷告 我们来读一下 主啊 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使他在软弱时 能够坚强不屈 在聚他时 能够勇敢支持 在常识的失败中 毫不气馁 在光明的圣灵中 能不能保持 千许温和 主啊 恳求你 塑造我的儿子 不致空有幻想 而缺乏行动 也令他认识 同时让他知道 认识自己 才是一切知识的知识 即使 主啊 我祈求你 不要使他走上 安逸舒适之路 求你 将他置于困难 艰难 和挑战的活力中 求你 以令他 使他学习在风暴中 挺身站立 并学会连续 那些在重压之下 失败 跌倒 主啊 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求你让他有一颗 纯简性 并有远大的目标 使他在能指挥 别人之前 先懂得 嫁给自己 当迈入未来之际 永不忘记 过去的教训 主啊 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 我还要祈求你 赐给他足够的 幽默感 以免他过力严肃 还苛求自己 恳求你赐给他 谦卑的心 使他永远 真正的伟大 是单纯 真正的智慧 是坦率 真正的力量 是分合 如此 我正做父亲 才敢低声说 我没有虚度此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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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当这样去做 父母才可以 我们真的为了 自己做了这样的 祷告 我想没有 你们只是为自己 做了很多事情 那希望我们真的 来到自己面前 把神所赐给我们 这个宝贵的产业 这个宝贵的名物 能够好好的去对待他 抚养他 不辜负 神所赐给我们 这美好的产业 阿们 中心部队 我们大众号 你要和儿女 成为知性的朋友 你要和父母 成为知性的朋友 你要和父母 成为知性的朋友 阿们 好 请我们的赞美队 唱一首赞美 在里面赞美 我们一起奉献 谢谢神 谢谢神 祝了我 今晚全心上 一直所有都为你 我的梦圆 爱你梦里 与你 不分别 你吃 salon arrive 你吃炸好了 'm 写人 你吃chez parcel 阿们 我 跟他 干嘛 我们 嘲马 欢 我 你 一家前途不安 世上融化一千流行 一同救助教过来 一切却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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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融化我精华 写下 心与生机都为你 生命当我敲在我心 世上融化我读你 一切却写下 一切却写下 我恨在我身上 我恨在我身上 心与生机都为我心 一切却写下 一切却写下 我恨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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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却写下 一切却写下 我恨在我身上 我恨在我身上 一切却写下